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世上成为肉身的救恩 他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和神心意的回应 七个节旗可以分成三大组 而这七大节旗可以分成三大组 上周阿迪多牧师已经跟我们介绍过了 最后一组是秋天的节旗 最后一组的节旗就是秋天的节旗分别为 吹角节赎罪日以及祝鹏节 我们知道吹角节不是一个单一的节日 而是要提醒神的子民接下来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旗就是赎罪日 直到是我们现在生历的今年就是9月15、16日 而在我们今年的赎罪日就是西历的9月15、16日 说的是礼拜三的日落到礼拜四的日落 我们开始之前先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透过节旗你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 圣灵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你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 进入这个节旗的实在和真理的里面 进入这个节旗的真实的实在与真理的里头 好能够迎接你的同在 去领受你给我们一切生命的丰盛 来领受一切你为我们预备生命的丰盛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属罪大日谁能暂立 第一点不守属罪日必被剪除 经文是你未记得23章和16章 我们来读经文一请 另一位记23章26节至32节一起 耶和华晓语摩西说 七月初十日是属罪日 你们要守为圣会 并要克服己心 也要将伙制献给耶和华 当这日 什么功都不可做 因为是属罪日 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属罪 当这日 凡不克服己心的 必从民中剪除 凡这日做什么功的 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 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 并要克服己心 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 要守为安息日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克服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士寄居在你们中间的爱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 恩在这日 要为你们负罪 使你们结症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结症 脱尽一切的罪险 自从亚当犯罪 自从亚当犯罪 罪就将人同神隔开 罪就将人与神隔开 大家还记得吗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第一时间立刻躲避耶和华的面 大家还记得吗 当亚当在第一时间犯罪的时候 他就立刻躲避神的面 神是圣洁公义的 神是圣洁公义的 罪人见到神的面 不能存活 罪人见到神的面 不能存活 那其实将神和人一刀两断 那其实都暂时相开无事都挺好 那其实呢 将神与人两个呢 一刀两断暂时相安无事 其实不是也很好吗 但是神不愿意人呢 灭亡 但是神不愿意看人灭亡 最带来的结果就是 永远的灭亡 最带来的结果就是 永远的灭亡 神不单止不想人灭亡 更想人得到永生 神不单只是不想叫人灭亡 更想叫人得到永生 不单止这样 神更加想与人同住 更是神其实越想与人同住 好叫人从神得到一切奉成的祝福 好叫人能够得到从神以来全部的祝福 所以神很主动很积极 好用心的去为人去处理罪的问题 所以神很主动很用心很积极 要来处理人罪的问题 怎样处理罪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神告诉人他的子民要守赎罪日 七月初一是吹角节 要人去警醒 去预备七月初十的赎罪日 要来预备七月初十的赎罪日 赎罪日是个安息日 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都知道了 刚刚我们从经文里也看到了 原来安息日呢 不是单单我们以为现在的礼拜六 所以这个安息日 其实不是指的我们一般所谓的礼拜六而已 在耶和华的节旗里 在耶和华的节旗里 神定下好几日呢 都是任何功都不可作 神定下了好几日 其实任何功都不能做 包括逾月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 包括逾月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 七七节是五旬节 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 吹角节 吹角节 宿罪日 赎罪日 以及猪排节的第一日和第八日 以及猪排节的第一日和第八日 当我预备信息的时候 当我预备信息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事 我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在这么多节日里 原来在这么多的节日当中 唯独赎罪日 只有赎罪日 如果不守的话 神严严地说明后果是什么 只有赎罪日 神说非常清楚交代 如果不守的话 结果会是如何 就是刚才大家所读的23章29、30节 就像我们刚刚读的23章29至30节 有一个power point 我们这边有个简报 我们一起大声地读 我们一起大声地读 当者日凡不刻苦己心的 必从民中剪除 凡者日做什么功的 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 原来除了本地人 外邦寄居的外邦人 原来除了本地人 在外地寄居的外邦人 无论经过多少的世代 无论经历了多少世代 无论你身处在哪里 无论身处何方 神都要求他的子民 很认真地守属这日 神都要求他的子民 要认真地来守属这日 在一年这么多节日里面 在一年这么多的节气当中 神最看重我们有没有守属罪日 提到刻苦己心 我们在这边看到刻苦己心 犹太人见到刻苦己心 都明白所说的就是禁食吐告 犹太人都明白 这边所谓的刻苦己心 其实指的是进食祷告 中文翻译是刻苦己心 在中文翻译是刻苦己心 重点不是刻苦 是己心 但是重点不是刻苦 乃是己心 有些英文的译本 是叫做humble 谦卑 我们在一些英文译本上面 看到他们翻译为humble 谦卑 或者是deny 否定 就是舍己 deny 否定 舍己的意思 就是不再自我中心 就是不再是自我中心 而是要回转归向神 而是要回转归向神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买菜 煮饭 洗碗 粥濕濕 其实都很花时间和功夫 买菜 煮饭 洗碗 其实收拾这些东西 整个程序是花很多时间的 所以禁食和任何工都不做 所以禁食以及任何工都不可以做 重点是我们要真的拿时间出来 在神的面前好好地赎罪 其实重点就是让我们能够 把整个时间腾出来 来到神的面前赎罪 神是圣洁公义的 神是圣洁公义的 罪人见到神的面 不得存活 罪人见到神的面 是不能存活 人必须要先赎罪 人必须要先赎罪 才能够有神的同在 所以在赎罪日里面 所以在赎罪日这一天 神讲得很清楚 神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要自结 我们要自结 那怎样做结症呢 但是要怎么来结症呢 不是我们想怎样怎样的 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礼未记十六章 神讲得很清楚的步骤 在历维记十六章讲得非常清楚整个步骤 时间关系呢 我接录了一些经文 一至十节我们来读吧 我们一起来读历维记十六章一至十节 雅伦的两个儿子 近到耶和华面前死了 死了之后 耶和华晓语摩西说 要告诉你哥哥雅伦 不可随时进圣所的万子内 到柜上的私人座前 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 在私人座上 雅伦进圣所 要带一只公牛 毒为熟罪制 一只公棉养为饭制 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 把细麻布父子穿在身上 要束细麻布带子 头戴细麻布冠棉 这都是圣服 他要用水洗身 然后穿戴 要从以色列会 仲取两只公生羊为熟罪制 一只公棉羊为饭制 阿伦要把熟罪制的公牛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熟罪 也要把两只公生羊 安置在会莫门口 耶和华面前 为那两只羊尖羔 一溝归于耶和华 阿伦要把那尖羔归于耶和华的羊 牵为熟罪制 但那尖羔归于阿萨赛纳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熟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于阿萨赛纳 神是什么时候 吩咐人要守熟罪日的呢 神是在什么时候 吩咐人要守熟罪日呢 第一节 第一节 当亚伦的两个儿子 近到耶和华面前 死了 当亚伦的两个儿子 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 为什么那两个儿子会死呢 为什么他的两个儿子会死呢 在里面记十章一至二节 这么说的 在里面记十章一至二节说 亚伦的儿子拿大 阿比乎 各拿自己的香炉 圣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烦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 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消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亚伦的儿子 亚伦的儿子 亚伦雅比乎 各拿自己的香炉 盛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烦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消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原来他们进入至圣所献烦火 原来他们进入至圣所献烦火 他们没有依从神的吩咐 他们并没有依从神的吩咐 明知故犯自把自为 明知故犯任意妄为 他带着罪进入神的同在 他们带着罪进入神的同在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罪人见到神的面 不得全活 罪人见到神的面 不能存活 拿达和亚比乎 可以说是以色列领导层的 第二代接班人 拿达和亚比乎 可以说是以色列领导层的 接班人 当神叫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 这样说的 当神叫摩西上西乃山 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和亚伦 拿达 亚比乎 和以色列长老里面 七十个人上来我 这边说 你和亚伦 拿达 亚比乎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见到 拿达和亚比乎的地位 所以在此我们可以 看到拿达和亚比乎的地位 是仅次于摩西和亚伦 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宗教领袖 当罪没有被遮盖 当他们的罪没有被遮盖 在圣洁的神面前 不得存活 在圣洁的神面前 仅不得存活 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 当亚伦的这两个儿子死了 耶和华神 晓鱼摩西 耶和华神 晓鱼摩西 告诉他 人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人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人如何处理罪的问题 人要如何处理罪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讲了宿罪日要怎样守 所以接下来就讲赎罪日要怎麽守了 在会幕里面 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万子隔开 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有万子隔开 大祭司不是随时 any time 都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的 大祭司不是随时任何时间都可以进入至圣所的 要在神所指定的时间 要在神所指定的时间 就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 就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 入到万子在施恩座前 为自己和施恩座前 要穿过万子来到施恩座前 为自己还有为所有的赎罪赎罪 而大祭司的衣着呢 而大祭司的衣着又是如何呢 他不可以好像平时侍奉那样 穿着一件宝石的衣服 他不能像平时侍奉的时候 穿着宝石的以佛德 很荣耀的外袍 看着非常荣耀的外袍 精金的圣冠 精金的冠冕 手工瘦花的腰带 而且还有手工绣花的腰带 他要穿平时普通祭司的衣服 他要穿着平时祭司所穿着的衣服 细麻布圣内袍 也就是细麻布圣外袍 细麻布的腰带 细麻布的腰带 细麻布的冠冕 细麻布的冠冕 平时侍奉的子侍后呢 礼仪上只是洗手洗脚 平时侍奉的时候在礼仪上 只要洗手洗脚就好了 但在赎罪日呢 但在赎罪日这一天 用水洗身 要用水洗身体 整个身体都要被洁净 用外表的行为 来表达他里面对神的敬畏 用外表的行为 来代表内心对神的敬畏 因为神是在法柜 上面施恩座两个基路伯中间 因为神是在法柜上面 施恩座两个基路伯的中间 所以当大祭司进入曼子里面的时候 所以当大祭司进入曼子里头的时候 他要拿着香炉 他要拿着香炉 里面有香 带到曼子里面 使耶和华的坛前 使耶和华的坛前 有香的阴云 来遮蔽法柜上的施恩座 有香的阴云来遮蔽法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免得他死亡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罪人见到神的面 不得存活 诗恩座的自义 而诗恩座的自义 就是 就是 遮罪盖 遮罪盖 意思就是赎罪 意思就是赎罪 赎罪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遮盖之日 而赎罪日原文的意思就是 遮罪之日 没有了赎罪 如果没了赎罪 神就不可以与人同住 神就不能与人同住 但是神很愿意与他的子民同住 但是神很愿意和他的子民同住 叫人可以从神里面得到一切封城的祝福 叫人可以从神那边得到从他以来所有的祝福 所以要求人去赎罪 所以他要求人要赎罪 大祭司先要为自己和本家去赎罪 大祭司要先为自己和本家来赎罪 要带一只公牛毒做赎罪祭 要带一只公牛毒做赎罪祭 只能用痰不能去摸这个施恩座 接下来就为以色列的全会众赎罪 之后他就要为以色列的全会众赎罪 就是拿两只公山羊赎罪祭 一只公牛羊来做凡祭 就是拿两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一只公牛羊做凡祭 先将那两只公山羊 带到回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 先将这两只公山羊 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 为那两只公山羊抽签 为这两只公山羊来抽签 一个羊就刻着鲑鱼耶和华 一只羊上面写着鲑鱼耶和华 另一个羊就写着鲑鱼阿萨谢勒 另外一个羊上面写着鲑鱼阿萨谢勒 抽到鲑鱼耶和华那只 抽到鲑鱼耶和华的那只山羊 就要献为赎罪祭 将羊的血带到曼子里面 同样弹在施恩座上 为这个至性所恨赎罪之礼 来为这个至性所行赎罪之礼 之后去到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之后再回到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同样行赎罪之礼 同样行赎罪之礼 因为以色列人猪般的污秘和过犯 要用济身的血 要用济身的血 盖在圣洁的神和罪人之间 要盖在圣洁的神与罪人之间 因为按着律法若不流血 罪就不能遮盖 因为按着律法若不流血 罪就不能遮盖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戴罪羔羊 平时大祭司在祭身那里 只是用一只手按上去 平时祭司只是用一只手按在祭身的头上 但在赎罪日这天 大祭司要两只手一起按在赎罪公羊的头上 但是在这一天 祭司要用两只手按在赎罪祭的公羊头上 就是很诚重地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业过犯 就是很郑重地承认以色列人这么多的罪孽与过犯 将以色列人一切的罪都归到这只羊的身上 将以色列人所有的罪都归到这只羊的头上 然后派人把这只羊送到去旷野 然后再派人将这只羊送到旷野去 这只羊就是这样 担当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去到旷野无人之地 这只羊要担当所有以色列人的罪来到旷野无人之地 被流放到旷野 也就是被流放到旷野 让罪远离百姓 让罪能够远离百姓 之后大祭司用水洗身 换衣服才出来为自己和百姓去献凡祭 换好衣服之后再为自己和百姓献上凡祭 而放羊的人同样要用水洗身 而放羊的人也要用水洗身 也要洗衣服 也要洗他的衣服 因为做赎罪祭和归于阿撒歇勒的羊 都担当了众人的罪 因为作为赎罪祭和归为阿撒歇勒的羊 其实他们都担当了众人的罪 所以是污秽的 所以是污秽的 触碰到的人都是不洁的 触碰过他们的人都是不洁的 所以要用水洗身 神是圣洁公义的 对赎罪的要求非常严谨 对赎罪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今天在以色列 犹太人仍然很严格地守赎罪日 犹太人依旧非常严谨来守赎罪日 他们禁食不止24小时 是用25小时来禁食的 他们禁食不是只是24小时 而是25小时来禁食 他们不工作不娱乐 在那天他们不工作也没有任何娱乐 但是自从主后70年 第二圣殿被毁 但自从主后70年第二圣殿被毁 圣殿没了没得献祭 没有圣殿怎么献祭 但是按着律法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但是按着律法 如果没有流血 罪又不得赦免 没有了制身的血 那没有了寄生的血 没有了代罪羔羊 没有了代罪羔羊 满足不了神公义的要求 那就无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那赎罪又怎样赎罪 那赎罪日怎么赎罪呢 解决不了核心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犹太拉比从来都不能够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犹太拉比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但是神早已为人预备了答案 我们来到第二大点 耶稣成了代罪羔羊 我们来第二大点 耶稣成了代罪羔羊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是属罪日最好的注释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是赎罪日最好的一个注释 因为经文比较长 所以我截录了一些经文 我们一起读 请 因为经文比较长 所以我截录部分经文 他诚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都归在他身上 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耶和华以他为负罪 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以赛亚书所说的就是 我们的利赛亚耶稣基督 以赛亚书这边所说的 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大祭司在宿罪日 要用两只手 按在祭身的身上 大祭司要用两只手 按手在祭身的头上 将这个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第六节 而第六节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都归在他身上 属罪日说 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放在旷野 羊要担当人一切的罪业 带到无人之地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承扬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十二节 担当多人的罪 担当多人的罪 说要将阿萨谢勒的羊 带到无人之地 原文是被剪除之地 这个担当为阿萨谢勒的羊 被带到无人之地 原文为被剪除之地 第八节 第八节 讲到尼赛亚将在活人之地 被剪除 讲到尼赛亚将会在无人之地 被剪除 是因为百姓的罪过 是因为百姓的罪过 旧约节旗 刚才讲了只是一个影子 旧约节旗 我们刚刚说过 其实只是一个影子 属罪日的献祭 属罪日的献祭 其实那些羊 不能够真正担当人的罪 其实这些羊 并不能够真正来担当人的罪 但是神为人预备了 他的独身以子耶稣基督 但是神却为人预备了 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神不愿意人因为罪永远灭亡 神不愿意人因为罪而永远灭亡 神要人在当中得永生 神要人在当中得到永生 神更加愿意与人同住 神更加愿意与人同住 要人得着从神以来一切封城的祝福 在旧约神要人守属罪日 来到新约神猜了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 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 以他无罪之身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就是属罪日 那只归于耶和华的属罪羊 那只归于耶和华的属罪羊 亦都是属罪日里面 也都是属罪日里面 归于阿萨谢勒的代罪羊 归于阿萨谢勒的代罪羊 他的保血遮盖我们的罪 他的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 去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业 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 耶稣所做的一切 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语言 耶稣所做的一切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预言 在约翰福音里面 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 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主耶稣在世上曾经三次预言 他的受难和复活 主耶稣在世上曾经三次预言 他的受难与复活 他说我来到世上不是受人的服侍 他说我来到世上不是受人的服侍 我是要服侍人 我是要来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要做你和我的暑假 要做你和我的暑假 每个人都会犯罪 每个人都会犯错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没有人能够承担自己罪的后果 但是没有人能够承担罪的后果 我爸爸曾经做过一件事 让我妈妈很生气 我爸爸曾经做过一件事 让我妈妈非常生气 我妈妈有血压高的 我妈妈有高血压 因为这件事 我妈妈很生气 她就爆血管 最后过身 我妈妈因为这件事非常生气 就高血压 血管爆掉了 所以她就过世了 没有人能够为自己的罪去承担后果 福音就是 而福音就是 神儿子来到世上 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去承担我们罪的后果 只要我们口里承认 只要我们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承担我们的罪 而且让祂死而复活 而且让祂死而复活 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 这个就是救恩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现在在哪里 无论你身处何方 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 无论你的罪有多大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担当我们一切的罪 要赐给我们社罪的平安 好吗? 这个时候我作出一个呼召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去呼召我们当中 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 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 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 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 我邀请大家这个时候 闭上眼睛 我邀请大家在这时候 闭上眼睛 我们从小到大都做过很多的错事 我们从小到大都做过很多错事 我们都知道有许多的亏欠 我们都知道有许多的亏欠 很多事情是我们力不从心的 人是没办法去弥补 是人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但是福音在我们当中 但是福音在我们当中 神的儿子耶稣承担你承担我的罪 如果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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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邀请你轻轻把手放在心上 我邀请你轻轻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接受这个救恩 我想问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从来被把耶稣承担在心里 我想问我们当中 是否有人从未将耶稣接到心里 你今天愿意把耶稣承担在心里 而你今天愿意将耶稣接到心里 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成为你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 我要请你轻轻把手举起 我要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 我要为你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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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谢谢你 还有吗 还有吗 神的爱要来承担我们一切的过错 神的爱要来承担我们所有的过错 要来帮助我们 要来帮助我们 有一个新的生命 无论你的罪有多少 无论你的罪有多大 神的爱神的保血都能够结尽我们的罪 我邀请举手的现在可以在胃里面轻轻的站立 我邀请刚刚举手的现在可以从你的座位上轻轻站立 轻轻的站立 来轻轻的站起来 我为你祈祷 我来为你祈祷 邀请你可以在胃里面轻轻的站立 我带你一起来祈祷 我带你一起来祈祷 主耶稣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今天打开心门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以及生命的主 你来帮助我 你来帮助我 不单止拿走我一切的罪的重担 不单止是拿走我罪的重担 你的灵力引领我的一生 你的命令你的灵引领我的一生 让我走进你丰盛的生命里面 让我走进你预备的丰盛生命里面 领受你一切的祝福 领受你一切的祝福 我将我生命交给你 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 多谢你 多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爱 多谢你为我预备的一切 谢谢你为我预备的一切 听我的祷告 请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今天熟读旧约圣经的拉比 即使是熟读旧约圣经的拉比 他提重熟罪日 他们看重熟罪日 但他不能够去交代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交代 没有了圣殿 没有了熟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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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熟罪祭身的血 没有了熟罪祭身的血 没有了代罪羔羊 没有了代罪羔羊 谁来承担这一切罪呢 谁来承担这所有的罪呢 因此他们很热心 要兴建第三圣殿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热心的 想要建立第三圣殿 感谢主 你和我今天都有耶稣了 感谢主 今天你我都有耶稣 我们都有答案了 我们都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我们又不懂得 好像犹太人一样 懂得去珍惜熟罪日 但是我们好像又不像犹太人 懂得珍惜熟罪日 为什么熟罪日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呢 我们来到第三大点 我们来读第三大点 终极审判靠主站立 终极审判靠主站立 熟罪日是预表末后的终极审判 熟罪日是预表末后的终极审判 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 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 他成为世人的熟罪羊和代罪羊 他成为世人的熟罪羊以及代罪羊 当耶稣再来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就是那位审判官 和荣耀的君王 他将是那位审判官 以及荣耀的君王 到时死人都要复活 届时所有死人都要复活 在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 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前 各人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 各人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 所以守熟罪日 是神预备他的子民去面对终极审判 是神要预备他的子民来面对终极审判 有两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 按着命定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如果我们只有今生 其实你和我都会发现 不公不义处在我们的世界 其实不公不义充斥着我们的世界 但如果知道可以有来生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来生的话 作恶的人即使在世上 没有受到他应有的惩罚 作恶的人即使在今生没有受到他应有的惩罚 但是将来同样要面对审判 但最终都要面对审判 我们就可以相信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 公义是掌权的 公义仍然掌权 而神呢 真是良善的 而神真是良善 用这个论点 如果从这个论点来看 地狱是一个好消息 其实地狱是一个好消息 耶稣有关地狱的教导 而耶稣有关地狱的教导 多半是出自马太福音 多半是出自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特别强调 旧约预言的应验 马太福音特别强调旧约预言的应验 他的读者不是那些未认识神的外邦人 他的读者不是为了预备给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马太福音是一本门徒手册 马太福音其实是一本门徒手册 耶稣有关地狱的教导 而耶稣有关地狱的教导 多半是针对他的门徒 多半是针对他的门徒 灯山补分经常提到地狱和死亡 灯山宝讯时常提到地狱和灭亡 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 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 必须在通往死亡的大道 和生命的窄路之间作出选择 必须要通往死亡的大道 和通往生命的窄路之间做出选择 针对的是教会 而不是世界 他针对的是教会而不是世界 针对的是基督徒 而不是非基督徒 他针对的是基督徒而非非基督徒 在灯山补分里面 在灯山宝讯中 经常提到地狱 经常可以看到地狱的 好像马太福音的五章 好像是马太福音五章 大家都很熟悉了 大家非常熟悉 经文这么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凡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换出来雕吊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雕吊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挖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针对的是门徒 他这个说话是针对门徒 我们的心思意念 到底是想些什么呢 我们的心思意念 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另外一节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另外一节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你不用怕人的 你不要怕人 因为人最多只能杀你的身体 不能够杀你的灵魂 因为人最多只能杀了你的身体 没有办法杀你的灵魂 要怕的就怕神 要怕就要怕神 因为神能够将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面 因为神能够把人的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 另外马太福音也用了很多的比喻 另外马太福音也运用了许多的比喻 其中一个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恶的仆人 心里面想 心里想 哎 主人有排都没回来了 我的主人好久都没有回来了 于是和他动手打他的同伴 所以他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起吃喝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结果怎样呢 结果怎么样呢 圣经这样说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到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自他 定他和假母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提醒门徒 当没有网管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当没有网管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当以为人不知 神不觉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当神不知人不觉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经常以为 耶稣有排都没回来 会不会我们以为 耶稣很久很久很久都没回来 存在主义 叫人为今世而活 我们看到存在主义 是鼓吹大家为今生而活 享乐主义 叫人尽情享乐 不要理痛苦 我们看到享乐主义 他鼓吹的是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 其实忘记地狱呢 不能够真正叫地狱消失的 其实忘记地狱 并没有办法叫地狱真的消失 也都没有办法让我们 逃离地狱的压运 也没有办法叫我们 脱离地狱的审判 相反的 当我们能够提醒有终极的审判 当我们提醒我们将面对这终极的审判 有地狱的这个下场 有地狱这个下场 其实这是一个怜悯和爱的行动 其实这是一个怜悯与爱的行动 所以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会众 所以使徒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会众 去警告 他警告他们 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承受神的国 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 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 你们岂不知不已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弃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作戀童的 亲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走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们来读 请 我们一起读学信给 加拉泰教会的会众 情欲的事 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慰 邪荡 拜偶像 邪術 仇恨 忠敬 忌恨 老怒 结党 纷争 贼道 醉酒 荒宴等累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地狱这个信息呢 不只是给非基督徒 地狱这个信息 不是要给非基督徒听的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 写得很清楚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 写得非常清楚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熟罪的罪就再没有了 唯有战据等候审判 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 好吗 邀请大家 我们都开口 一起读 我邀请大家 一起开口 一起读 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熟罪的罪就再没有了 唯有战据等候审判 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的一切 一切心思言行 任一切的心思言行 都要向神交账 都要向神交账 讲到这里 除非圣经所说的事 是不可信 讲到这里 除非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不可信的 否则你和我 在神白色大宝座面前 只有死路一条 否则你我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前 只有死路一条 按着律法 如果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按着律法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福音就是 而福音就是 有耶稣就有属罪羊 有耶稣就有赎罪羊 有耶稣就有代罪羊 有耶稣就有代罪羊 如果你和我 能够在神的面前 如果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自省 自省 认罪 悔改 知取耶稣的救赎 知取耶稣的救赎 罪就得赦免 罪就能够得赦免 约翰一书一章八至九节 约翰一书一章八至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宜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就能够面对终极审判 就能够面对终极的审判 唯有靠着耶稣 就能够在终极审判里面 暂落 就可以在终极审判中站立 这两年很多天灾人祸 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天灾人祸 全球的疫情 全球疫情 这个是去到礼拜五 下午时间的数字 这个数字是截至本星期五 夜晚的数字 确诊人数全球二亿多人 已经有全球两亿多人确诊 死亡人数四百多万 在这个暑假 德国的水灾 德国的水灾 刚刚八月底 纽纽约的水灾 河南郑州的水灾 河南郑州的水灾 我们看到什么呢 海地的地震 印尼的地震 阿富汗的暴乱 缅甸的暴乱 世界各地都有人问 是不是末日到了 现在是不是末日 现在是不是末日 耶稣是不是要回来了 耶稣是不是要回来了 今年的赎罪日 是时候 我们要思想 耶稣再回来终极审判的问题 人面对问题 很多时候都想选择逃避 做工做得不开心 就辞职 工作做得不开心 顶多辞职 婚姻不行 就离婚 婚姻没出路 那就离婚吧 跟家人的关系搞不定 就断绝关系咯 跟家人的关系不好 那就切断关系 生活得不爽了 就移民咯 过得不开心 那我就移民 对生命没有盼望咯 就自杀咯 那对生命若是没盼望 那就自杀 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 他是骗婚的 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 其实是骗婚的 所以我妈妈在婚姻里面 非常痛苦 所以我妈妈在婚姻里面 非常痛苦 他有一个很大的不甘心 他有一个很大的不甘心 他一直以来都有想自杀的念头 他一直都有想自杀的念头 我知道我爸爸很疼我 我知道我爸爸很疼我 但是我从小 我妈妈就不断跟我说 我爸爸是怎么糟 但是我从小 我妈妈就不断告诉我爸爸 怎么样怎么样的坏 所以我从小 我都慢慢慢慢就很恨我爸爸 所以我从小慢慢慢慢地 就很恨我爸爸 我也都知道我妈妈很疼我 我也知道我妈妈很疼我 但是当我一激怒她的时候 但是当我一激怒她的时候 她就会很恶去骂和打 她就会非常地生气骂我打我 我最后被她打的一巴掌 我最后被她打的一巴掌 是我25岁 是在我25岁的时候 为什么爱我的人 会带给我这么多难受呢 会带给我这么多的难受呢 如果这样叫爱的话 我宁愿不要 如果这是爱的话 我宁愿不要 我不知道生存为什么 我从小就想着自杀 我从小就想着自杀 我都死了就好过 我想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即使我信了耶稣 即使我信了耶稣 甚至我在教会服侍 当我觉得很难受的时候 当我觉得很难过的时候 我都会想死了就好过 那我就想死了 说不定还更好 之前有段时间服侍得很不开心 之前有段时间服侍得不是很开心 我每一次坐飞机 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 人家遇到气流都会很紧张 一般乘客遇到气流都好紧张 我遇到气流的时候 我暗起 我遇到气流的时候 我反而暗暗自行 我觉得好了 死了就好了 好了 死了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 这就是我 我不知道神给我的生命做什么 我不明白神给我生命要做什么 有本书叫做 《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有本书叫做 《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作者是世界公认的圣经权威 大卫鲍森这个教师 作者是文明全球的圣经权威 他是一个教师 大卫鲍森 我买了这本书接近十年 我买了这本书接近十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 但是看到一个题目 我真的很不想看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买 因为看这题目 其实我不想看 但最近神一直吹逼我 要打开这本书 但最近神一直吹逼我 要看这本书 被我见到 基督徒同样都会有 下地狱的可能 让我看到基督徒 同样都有下地狱的可能 原来自杀 不能够一了百了 原来自杀 并不能够一了百了 因为每个人 都不能够逃避 将来的终极审判 原来人都没有办法逃避 这个未来的终极审判 自杀只是了结了 地上的生命 自杀只是了结了地上的生命 我能不能够用我地上的生命 去面对神呢 我怎么能够用我在地上的生命 所做的来面对神呢 我来看 我来看 我去面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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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生命 我去面对神 Universal 赎罪日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回去寻求这个赐给我们生命的神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为我预备了答案 人自己没有出路 人用自己的方法 找不到出路 但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定义赐给人生命 他定义让人活得更丰盛 透过一年最重要的赎罪日 禁食祷告 认罪 知取神以子基督的救赎 你和我的罪都可以被遮盖 在末日的里面可以在神面前暂落 在末日的里面可以在神面前站立 更加重要的是 更加重要的是 神要与人同在 神要与人同在 让我们得着祂一切的丰盛 让我们能够得到祂一切的丰盛 多谢Baraka传道给我们的分享 多谢Baraka传道的分享 其实Baraka的讲道里面 带出了一个问题 其实Baraka的讲道里面带出了一个问题 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 原来人生就好像一架通往地狱的列车一样 原来人生就好像是一架通往地狱的列车 其实远古当人犯罪开始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常经悠患很多的痛苦 其实在圣经的旧约里面 我们就已经看到 人已经经历过许多痛苦 令到我们人生里面 苦难和痛苦是没得解释的 让我们人生中 所有的苦难和痛苦 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好像Baraka一样 她的人生觉得好像没得选一样 她的人生感觉好像没得选一样 爸爸骗婚 所以妈妈的痛苦 就传递到她的生命里面 爸爸骗婚 所以妈妈的痛苦 就传到了她的生命里头 她可以选吗 她可以 她有得选吗 爸爸和妈妈没有得选的 爸爸和妈妈 我们是没得选的 在我们人生里面一路长大的时候 在我们人生当中一路长大的时候 我们面对很多的苦难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面对许多苦难是没有理由的 明明彼此相爱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会彼此相害呢 明明是彼此相爱 但为何到了最后却变成彼此伤害呢 自由谈恋爱尽又婚姻 为什么婚姻之后 没有办法可以沟通呢 明明是透过自由恋爱进入的婚姻 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却无法沟通呢 婚前的时候觉得我们是最夹的 天造地设的一双 婚前觉得我们是最适合的 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婚后我们觉得 哇 我们的价值观简直好像南缘不切一样 婚后却发现两人的价值观 却好像南缘北侧一般 你觉得神知不知道呢 你觉得神知不知道呢 刚刚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 他承然担当我们的罪业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承然担当我们的罪孽 背负我们的痛苦 神知道人生有痛苦 神知道人生有苦难 神知道人生有苦难 神更加知道我们根本没出路 神更加知道我们根本没出路 为什么要有赎罪日 因为神要与人同住 因为神要与人同住 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赎罪日 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赎罪日 因为神要来住在人间 解决人一切的痛苦 因为神要来住在人间 来解决一切的痛苦 神创造天地 创造人本应 是要将丰盛的生命给人 神创造天地 创造人本应 要把丰盛的生命给人 祂要我们活得喜乐 祂要我们活得自由 祂要我们活得喜乐 自由 但是罪却拦阻了神的同在 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 罪却拦阻了神的同在 进入我们的里面 罪扭曲 将整个世界变质 罪扭曲 将整个世界变质 所以痛苦进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痛苦进入了这个世界 但很可惜罪只有流血 才可以解决 但很可惜 这个罪唯有流血才能解决 但是罪人的血 并不能随罪 但罪人的血 没办法除罪 所以神让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 所以神让耶稣成为代罪羔羊 让祂的血 结净我们一切的罪 让祂的血能够 结尽我们一切的罪 刚才Baraka也都和我们 读过一些圣经 刚刚Baraka也带我们 读过一处圣经 甚至在里面提到 老老的 就是很多的罪 让我们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些的罪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 那我们怎样承受神的国呢 那我们怎麽样能够承受神的国呢 原来就是靠着认罪 认罪就能知取恩典 认罪就能知取恩典 我们承认我们要这个 接纳自己 看见我们的不足 承认我们的不足 当我们接纳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 当我们承认接纳自己的不足 耶稣就能够来补足我们的不足 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 属罪日认罪的意义 弟兄姊妹这就是赎罪日的意义 你知道吗 我们越不能够接纳自己 我们越抵挡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越是在那个分裂 和拉扯的里面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当我们越不能够接纳自己 抵挡自己 我们就越处在这个分裂的里头 就像Beraka一样 如果他接纳不到他的爸爸 就好像Beraka一样 如果他没有办法接纳他父亲 他就一直会在这个痛苦的里面 他就一直在这个痛苦里头 爸爸很疼他 但是爸爸是一个坏人 妈妈说的 如果你接纳不了这个爸爸 但是爸爸又很爱你 你想想那个矛盾多么大 如果你没办法接纳这个父亲 但是这个父亲又这么爱你 你想着里面的矛盾有多大 到底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什么是爱什么又不是爱 如果他这么爱我 为什么他要伤害妈妈呢 如果他这么爱我 他为什么又要伤害妈妈呢 如果爱这么痛苦 我不如不要爱了 如果爱这么痛苦 不如我就不要了 不如用行为代替爱了 那不如就用行为来代替爱吧 我们就落在一个行为导向 律法主义里面 我们就落入一个行为导向 律法主义当中 凡事讲公义 凡事讲效率 凡事讲公义 讲效率 不讲感觉 不讲爱 不讲爱 这样的人生痛苦 这样的人生是痛苦的 但如果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的爸爸 知道他是软弱 他是一个罪人 知道他的软弱 也知道他是个罪人 但在他的软弱 在他的罪当中 他有爱 但在他的软弱 跟罪当中 他有爱 爸爸所做不到的耶稣补足 爸爸做不到的耶稣补足 世上爱不足的地方 天父来补足 世上爱不足的地方 天父不足 将我们的不足 带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的不足 带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 带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地方 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就是认罪 这个就是认罪 认罪就有出路 认罪就有出路 认罪就有恩典 认罪就有恩典 你和我都有不足的地方 你看我都有不足的地方 耶稣就是要来担当我们的痛苦 耶稣就来担当我们的痛苦 承担我们的忧患 承担我们的忧患 尼补我们所做不到的 来弥补我们做不到的 甚至当终极审判来到的时候 甚至当终极审判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的站立 我们可以坦然的站立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一切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一切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我们要过赎罪日的原因 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要过赎罪日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的原因 当我们认罪 当我们认罪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能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能 我们就经历神的帮助 我们就经历神的帮助 神的真实就在我们的当中 神的帮助真实就在我们当中 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向爸爸求救 向爸爸求救 跟爸爸说我做不到 爸爸来帮助他 爸爸来帮助你 事情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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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就建立了 关系就建立了 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 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祂是我们代罪的高养 祂是我们的代罪高养 祂要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 祂要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 承担我们一切的忧患 承担我们一切的忧患 但首先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痛苦 承认我们的不足 要承认我们的不足 承认我们的罪 承认我们的罪 好让祂来为我们担当 好让祂来为我们担当 弟兄姊姆好没有一同气了 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 奖祭李 Shane 演唱 李凯和声 演唱 李先生 演唱 李先生 演唱 李先生 演唱 李 goes 文明 最冠冕 以愁望到永远 来尊重赞美 耶稣生儿子 从天江夏北冰释迦 神高养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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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们知道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你来到我们当中 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 不是要来数算我们有多么不堪多么的差 而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来得着你的救赎与恩典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坦然无据的 来到你的私恩宝座前 让我们能够再次坦然无据的来到你的私恩宝座前 得救赎 得赦免 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 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 如果你愿意 你也方便的话 让我们一起归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谦秘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 向神去认罪 向神悔改认罪 愿神的恩典 愿神的恩典 祂的能力 祂的能力 祂的救赎再一次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祂的救赎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我多谢你 神我谢谢你 神我首先要来到你的面前 去承认 来承认 纵然我们已经相信耶稣 纵然我们已经相信耶稣 我们认识耶稣 我们认识耶稣 但我们不是真的去相信神的爱 但是我们没有真的相信神的爱 神啊你是爱吗 神你是爱吗 我们常常听到 神有多少的恩典 多少的祝福 我们常常听到 神有多少的恩典和祝福 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我们生命里头 我们仿佛感受不到 仿佛我们感受不到 就好像Beraka传道刚刚的时候分享的 就好像刚刚Beraka传道所分享的 神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爱我的话 我宁愿不爱了 神如果你是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爱我 那我宁愿不要爱 特别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是一些我们很不想去面对的处境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不想面对的处境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第二次流产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二次流产的时候 我同样跟神讲过 我同样跟神说过 神啊你是爱吗 神你是爱吗 你这样爱我 我宁愿你不爱我 当我们是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同样都是这样呢 我们会不会同样都是如此 我们呢不相信神的爱 我们不相信神的爱 我们不相信神的带领 我们不相信神的带领 心里面有很多的质道 心里面很多嫉妒 比较 比较 埋怨 埋怨 甚至想放弃 甚至想放弃 或者呢看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 或者呢看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 你同样都有自杀的念头 你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同样有自杀的念头 觉得生活好艰难 好不想去面对 不想面对 好想放弃 好想放弃 这一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这一刻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呢向神去承认 我们向神承认 我有这个想法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我有这个念头 我有这样的念头 我有不相信 我又不信神 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开心的同神去祈祷 祈祷 神求祢舍免我 我里面很多的负面思想 很多的放弃 因为我不信你 我不信你是好生 我永远觉得你是正安 我不能够相信爱 我都不会有霸魔 我觉得人生是痛苦的 祈求祢 祢舍免我的不信 祈祢舍免我 祈祢舍免我 祢舍免我 你是爱 祢似给我们属罪人 祢让我可以提醒 我要寻求你 祢舍免我 我永远都用自己的想法 想自己找出路 祢舍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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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今天是你的金钱 我要告诉你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了 祢舍免我 唯有祢可以帮我 唯有在你里面我才有出路 祢帮助我 想让我搞不定自己 祢来救我 祢舍免我 祢舍免我没有感觉 祢舍免我一直避开感觉 因为我也有感觉就很痛 祢舍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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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相信 但我没力了 祢舍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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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走我的碎心 我救不了自己 你救我 祝你帮我 祝我向你认错 求你的恩典得不到我 你帮我 祝我多谢你 我寻求你 我求你 神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向你呼求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不能的时候 你必然垂听 在我们当中 很多弟兄姊妹 好多弟兄姊妹 因着我们 好像Beraka传道一样 因着我们的成长背景 我们的成长环境 我们的成长环境 我们的很多想法 我们的很多行为 都是被扭曲的 我们很多的想法与行为都被扭曲了 我们知道自己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知道我们不应该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扭转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扭转 今天 今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去认识 我们来认识 我们去知道 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去和神去说 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说 和神去认罪 向神认罪 向神去表白 向神表白 让神能够介入在这些事情的里面 让神能够介入所有的事情里头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或许我们会有骄傲 或者我们有骄傲 我们不相信神所吩咐的 我们不相信神所吩咐的 总觉得自己所做的比较好 总觉得自己所做的比较好 自己所走出来的 或者自己所做的这个方法 比神所带领的更好 自己所行的自己的方法 比神的带领还要好 明明神已经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却是不承认 但是我们还是不承认 觉得神你看错了 不是这样的 我更明白我自己 我们否认神来认识我们 我们觉得自己更认识自己 觉得神你看错了 又说祂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惧怕 又或是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惧怕 我们明明领受了很多神的带领 或者祂的引导 我们明明领受了神许多的带领 与引导 但是我们因着自己的惧怕 但我们因着自己的惧怕 我们不敢做 我们不敢做 我们放弃去跟 我们放弃 我们用回自己的方法 我们用回自己的方法 自己做自己的 自己做自己的 神你讲神你自己讲的 神你就说你说的吧 我就做自己的 我就做我自己的 我们不去回应 我们不愿意回应 我们选择逃避 我们选择逃避 又或是在我们生里头 我们遇到很多的不恰当的关系 我们有着许多不恰当的关系 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不是神所喜悦的 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不蒙神喜悦 但是我们却是享受在这个感觉和满足的里面 但我们却享受在这样的感觉和满足当中 我们蒙住神的眼 我们蒙住神的眼 跟神说 你当看不到 你就当做看不见吧 当看不见吧 我们就做我们自己想做的 我们就做自己想做的 如果这个是你的话 如果这个是你 我想邀请你都来到神的面前 我想邀请你都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认罪 向神承认 以我这个的软弱 我有这样的软弱 我有这样的不能 我不能 我会逃避 我会逃避 我会骄傲 我会骄傲 我会去 去怕人多过去怕神 我怕人多过去怕神 神求你原谅我 神求你原谅我 有这个时间 在这样的时间 让大家可能来到神的面前 让大家来到神面前 每一个 每一个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面前 和神去面对 和神面对 和神去承认 和神承认 优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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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